在东京的新藏地带,有一家名叫优选市集的小型超市,由一位富有远见的女企业家,粒子,经营。 她的超市已提供优质商品而闻名,但近来却面临着新开张的大型连锁超市,低价王的激烈竞争。 低价王采取了基建的低价策略,通过大规模采购和压低供应商价格,以实现成本领先。 开始时,这对粒子的业务造成了打击,许多顾客被低连的价格吸引到了新超市。 然而,粒子并没有立即采取同样的价格战策略来对抗,因为她知道这样的竞争对双方都是有害的。 相反,她采取了另一种策略,粒子深入研究了顾客的购买行为,并发现虽然价格是一个重要因素,但许多顾客更重视产品的质量,来源和服务。 于是,她决定利用这些洞察来重新定位优选市集,专注于提供高质量的商品,支持本地農户,并提供卓越的顾客服务。 同时,粒子在店内设置了专门的优惠区域,为那些价格敏感的顾客提供竞争力价格的商品。 她还启动了一个中程度计划,奖励常客,提供他们专享的优惠。 通过这些策略,粒子创造了一种高性价比的品牌形象,既提供了有吸引力的价格,又保证了商品和服务的高标准。 几个月后,优选市集的生意稳步回收,顾客开始意识到,尽管低价王的价格低廉,但其商品质量和服务却远不如优选市集。 很快,粒子的店铺再次成为了社区的热点。 故事的结局是粒子在店里微笑地迎接顾客,她知道她的价格占了,不仅让她保留了忠实顾客,还吸引了新顾客。 通过对市场的深刻理解和对顾客需求的关注,她成功地将竞争转化为机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